说起来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想必大家都会觉得是梵蒂冈 毕竟梵蒂冈的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 是一个内陆国家 但事实上梵蒂冈并不是最小的国家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只有35个人 10分钟游遍全国 这个国家就是摩洛西亚共和国 国土面积仅为0.025平方公里 相当于三个足球场大小 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 也是一个国中国 成立于1977年 刚开始只有6人 也被称为绣真国 别看面积不大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又有独立的宪法 海军 银行 货币 邮局 电信局 甚至还是第一届 微型国家奥林匹克的承办者 还有海军 是三个充气船 不仅如此 还建造了一个火箭发射塔 但也只是个名秘版本 看起来像是在国家家 不过每年还是有不少游客 前来游玩 国王亲自来你参观 甚至还会一起吃饭逢低 毕竟10分钟差不多 就游遍全国了 目前已经有35个国民 不过由于没有和任何国家建交 所以美国并不成论 大家觉得这个小国家如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